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宿研究所 有一個特篇研究館 他是美國人叫做恐怕 而因為他主心在研究 我們台灣的翁牙文化 跟翁牙文化國際化 到日後又提到教育部的學術獎 他對翁牙信仰很熱情 而且沉密研究 直接提供 但他的話要讓他叫做翁牙 你看到這個 他們不講話的了 然後那個臉就非常恐怖 現在在這裏 中央研究院近代宿研究所 得平研究完工吧 不然在愛翁牙信仰 掛好也好做翁牙 他說頭上這麼出席 是40方針 在台南西港的小翁牙 那時給他驗上親親 就這個歷史的轉變 翁牙是臺灣民間重要的信仰 放肉因為對這邊跟人類歷史有幸福 發現翁牙料徑是一個參會的技術 也因為有幸福 主心導力研究 也把去屁東東港做電調 到在地的頂頭擲乾淨 剛才學台記也剛才喝喝酒 甚至要喝金門高粱 吃海鮮蛋 比臺灣人更有臺灣味 因為因為其實臺灣的文化 我們少年輩也很志祺 他以宏觀的角度探討宗教 與司法的相互影響 不僅是臺灣家屬也像臺灣人 竟然在到無所謂的中行 竟然對行政議長 但建林處長拿到合術中 因為他以為臺灣總教信仰 帶去國際 這位美國一個的角度掌討宗 可以在臺灣做這種研究 真正是跟翁牙親吻 記者得亡的不容易 大家鄉中王 neutro 好